中秋佳節 法輪功學員恭賀李洪志先生 節日快樂 黃之鋒《紐約歌大座談》表示挽救香港 刻不容緩 涉嫌幫助華為竊取技術 中國教授 紐約受審 明慧網向美國移民局提交實施迫害者名單 律師表示意義重大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今日大紐約 首先祝您中秋快樂 中秋佳節到來之際 來自各行各業的紐約法輪功學員 紛紛表達了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節日祝賀 其中最嚴重的就是國民症小喘 因為對醫院青梅室還有藥物其他花粉國民 本身我就在醫院 也是血液的 可是現在醫學沒法解決我這樣的問題 在修練的過程當中 身體好了 心情也好了 脾氣也比原來也好了 所以家庭也就和睦了 幸福又重新回到了我們的家中 學員們除了感受到去病健身 奇效的同時 也明白了提升精神境界的顯著作用 1997年的時候 得法是跟著我母親一起 工作到現在 應該有接近十年的工作經驗 你在做這個事情的過程中 也是在建設大法的時候 也是給周邊營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和真善人的一個社會氛圍 那些假惡醜的東西 它自然就從你身邊消失了 那時候就報紙老是宣傳什麼精神文明 物質文明 兩個一起刷 什麼都上去了 但是我的感覺就是 物質文明上去了 什麼掙錢嘛 大家就這樣 然後精神文明整個就下滑 為什麼呢 我衝我身邊的感覺 提職稱啊 然後獎金啊 底下做小動作啊 哎呀 就是互相之間的就那樣 清華附中的一個老師家裡頭 有師的講法錄像 哎呀 我說那太好了 我說我去 我要看了以後就一天沒斷 一直就是堅持 修了現在 沒有聽我 不管怎麼鎮壓什麼的 我也不怕 來自各行各業的大法弟子們 在不斷的修煉和堅持中走到了今天 至此終究佳節之際 他們也表達了對創始人李洪志大師的祝福與感謝 今天是中秋節 祝師頓 中秋快樂 我代表我們山東來洗所有的大法弟子 祝師父中秋節快樂 感謝師父慈悲救度 謝謝師父 也祝我們所有善良的人能來學這個大法 然後從中受益 新台人記者瑞麗 韓瑞 紐約報導 中秋之夜 香港民眾在多個地區組成人烈 合唱願榮光歸香港 表達抗爭意志 旅居英國的港人也遙相呼應 用歌聲聲援香港 當地時間週五晚上9點左右 大批香港市民登上太平山 合唱願榮光歸香港 度過特別的中秋節 慶祝美歌手打 香港寓議 慶祝美歌手打 香港 由北京金共申請 和北京金共申請 在北京金共申請 愈何道 妖幻无赦开港 无能与美政治 全代革命 愈何民主与自由 盼水都滑透 无愿命 光是香港 民众随后高喊 全代革命 太平山上有民众用雷射笔射向对面的狮子山 而狮子山上也有民众合唱《愿荣光归香港》 当地时间周四旅居英国伦敦的港人 在特拉法加广场以及伦敦卫队博物馆外集会 合唱《愿荣光归香港》 集会者还高举五大诉求的英文标语 向英国民众表达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诉求 新唐人电视组合报道 香港学院领袖黄之锋 中秋节这天 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座谈会 呼吁各界关注香港人的抗争 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会议室内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进行了演讲 并回答现场提问 此次的演讲主题为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 在一个多小时的活动中 黄之锋呼吁各界关注香港的反送中抗予活动 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他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岌岌可危 如果错过此次的机会 港人将失去自由与民主 同时他认为 什么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脚步 不应止于香港 另外 黄之锋也提到了 有媒体外去事实 再次澄清 他不支持港独 也不是港独领袖 反送中运动三个多月以来 中共先是以港独煽动民族仇恨 党媒《人民日报》本周四又已提为 解决住房问题香港不能再等了的文章 将运动说成是年轻人对高房价不满 与地产开发商的矛盾 无视港人要求的真正实现双普选等法治民主的五大诉求 黄之锋在蓝美之前刚结束了德国柏林之行 会见了德国外长马修以及众多议员 下周二 黄之锋将与歌手和韵师等 受邀出席美国国会听证 并与美国重要立法决策机构领导人见面 预估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新南人记者王新一 宇婷 唐城 纽约报导 纽约法拉圣图书馆下周六 将举办一系列开学日活动 包括教育专题讲座和多项免费娱乐活动 帮助学生和家长解答疑问 提供各种教育资源 为了在新学年帮助孩子提升学术表现 纽约华人家长会联合纽约市教育局第25学区 将于下周六21号在法拉圣举办庆祝开学日活动 25学区学间迪曼歌和华人家长会理事会主席朱宝林指出 举办开学日活动的目的是要让家长和学生清楚 学区可提供丰富的资源 希望大家妥善利用 其实这个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学校刚刚开学 很多家长 尤其新移民的家长不太了解美国的教育制度 以及好像学校应该遵守的一些规则等等的 活动当天包括三场讲座 分别是关于学前班注册 三至八年基周考讲解 高中申请和入学程序 当天图书馆也提供儿童手工制作 申请图书卡等多项免费活动 鼓励民众参加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导 涉嫌帮助华为窃取技术 中国教授 纽约受审 欢迎回来 近日美国司法部检察官指控一名中国教授 涉嫌以欺诈手段获取加州一家公司的技术 并让华为公司获益 纽约联邦检察官以共谋电信诈欺罪名 起诉中国厦门大学副教授毛波 指控他帮助华为窃取矽谷新创公司Cnex Labs的技术 起诉书列举了多份毛波的电邮 有理由相信华为与厦门大学合作 共同商定侵犯Cnex的商业机密 同时指控毛波以第三方大学做研究为名义 将产品技术转移给华为 2016年12月 毛波联系Cnex公司 声称为了研究目的 要购买Cnex的专有技术 请Cnex提供计算机存储器板 Cnex在与厦门大学签署严格的保密条款后提供了物件 然而过了半年左右 一家经销商告诉Cnex公司 华为已经联系要出售计算机存储器板 而该存储器板与Cnex提供给毛波的相同 经销商还提供了产品编号 按键才因此曝光 36岁的毛波是厦门大学副教授 去年秋天到德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今年8月14日在德州被捕 后来毛波同意在纽约应诉 并交了10万美元保释金后被暂时释放 案件8月底被转至纽约联邦法庭 接受该案的检察官和法官 与处理华为和孟晚舟案件的两人相同 新唐人特约记者蔡荣 纽约报导 周四晚间 美国2020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 第三轮电视辩论在休斯顿揭幕 民调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和马州参议员沃伦 首次同台亮相 民主党初选第三轮电视辩论日常缩减到一天 民调前10名的总统参选人参加 辩论中 拜登就健保议题和沃伦桑德斯展开正名交锋 其他候选人也抓住机会挑战三人 拜登表示 奥巴马健保开销巨大 但也远远无法和沃伦桑德斯的全民医保相比 他要沃伦正面回答 如何支付全民医保每年可能高达3万亿美元的开销 对此 沃伦没有正面回答 选择必时就须 另一方面 全民医保法案的发起人桑德斯就此一提正面挑战拜登 但很快 其他候选人站出来挑战桑德斯 有分析认为 拜登在这次辩论中准备充分 表现好于前两次 预计将巩固其领先优势 在辩论前 有记者问总统川普是否尊敬民主党的某位候选人 川普表示 他尊敬每一位候选人 因为竞选公职需要很大的勇气 下次民主党电视辩论预计将在10月中旬举行 新唐记者李宇、陈海岳综合报道 明慧网向美国移民局提交实施迫害者名单 律师表示意义重大 法轮大法明慧网近日发表文章 呼吁各界民众提供已经进入美国的 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名单 随后他们会将名单递交给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对迫害实施者进行抓捕和遣返 美国资深律师认为此举意义重大 来看本期的小天访谈 日前明慧网发布了收集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恶人名单的通告 策注于限制迫害者入境美国 在9月10日明慧网再度发文说 开始收集已经进入美国的恶人名单 并且要提交给美国移民局 《大纪元时报》也在9月11日的头版头条 刊登了这一消息 报道说 如果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个人 已经或者即将在美国长期居住 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 较长时间的探亲、访友等等 希望法轮功学员和各界的民众 向明慧网举报 法轮功学员会将名单递交给美国的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要求他们将参与迫害者抓获 并且驱逐出境 收集的名单包括曾在中国大陆 和其他国家 尤其是美国 对法轮功学员施暴的迫害者 对此 我们采访了资深的移民律师叶宁 叶宁律师你好 您好 您认为法轮功学员向美国移民局 递交迫害者名单此举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意义重大 因为其实对法轮大法 以及法轮大法递之的这种迫害 从来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这一次这个法轮大法 就是在收集这些人权恶棍 中共的这个 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恶棍的名单 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好 因为美国国务院破天荒的 这个第一次提出 要求就是说 呃 这些非政府组织 这个收集这些人权恶棍的名单 要求他们向美国国务院提供 自从川普行政当局 这个进驻白宫以后 那么整个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美国长期以来对犯下犯人类罪的人权侵犯者呢 有着各种制裁措施 包括驱逐出境 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呢 美国政府对这个集权主义政党的党徒 以及法西斯政团的这些党徒呢 这个是一直有法律 一直有禁止性条规的 那个这个条规是具体建于这个移民法的这个212条 212边3第一款 这个这一条就是说 对这个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集权主义团体的成员呢 做出了禁止性的规范 那么接着这个美国呢 又通过了这个马根尼茨基法案 法案是规定 对在这种专制国家集权国家 行使宗教迫害信仰迫害 这个人权迫害的这些负有行使责任 负有责任的这个人员呢 是禁止他进入美国 不仅如此 美国政府还会对这些人呢 进行经济制裁 包括还有外国人代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 近日美国移民于海关执法局通过在纽约 旧金山 亚特兰大 洛杉矶等12个城市的办公室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统一的绝无藏匿之地行动 逮捕了39名在美国境内居住的 涉嫌侵犯人权的外国人 其中呢 包括四名涉及强制劫狱的中国人 那么这些人都将被遣返 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这个刚刚借口 提出各种借口拿到的政治庇护以后 第二天就去举着五星红旗 就去这个就是去打压法轮功 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恫吓迫害侵犯 以及实施暴力这种有一个要抓一个 美国移民于海关执法局在2008年成立了 人权迫害者及战争犯罪中心 专门针对境内居民进行人权迫害方面的调查 以免美国成为人权迫害者的避风港 其实呢 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带有群体灭绝罪 灭种罪的性质 这个灭种罪公约呢 就是规定的灭种罪是一种国际反人类罪 那美国这个1989年参与呢 就是国际灭种罪公约以后 立刻修改这个联邦刑法点 规定灭种罪的最高刑期 就是包括三度 并不只是从事啊 这个联邦刑法点规定的灭种罪最高 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终身检禁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迫害者的制裁 从立法到执法都有明显的加强 人权迫害者及战争罪犯中心 与国际法庭各国执法机构和国际刑警组织合作 识别罪犯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所以呢我希望现在这些在美国 在西方国家在这鬼混的这些共产党集权分子 在这样的形式下面 请你们要注意 还是加紧尾巴做人 不要顶峰作案 这个顶峰作案的话 就是现在法轮大法已经做出了决定 一定要收集证据 向美国政府举报 法轮大法明慧网文章呼吁 全球法轮功学员和各界的民众 向明慧网提供迫害者名单 也可直接向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进行举报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小天访谈 我们下期再见 让人们首次能将音乐随身携带 索尼庆祝首款随身听40周年 现在人们要想倾听音乐随时随地都能播放 但是在40年前 这可并没有这么简单 为了庆祝首台随身听Walkman问世40周年 索尼在纽约展示了第一台Walkman随身听 以及其他经典款 1979年第一台Walkman卡带随身听问世 从此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到了80年代中期 CD逐渐取代卡带 1984年 索尼推出首部攜带式CD机D50 称作Diskman 1992年 索尼再度创新 推出了MZ-1 缩小CD版播放器 自从第一款随身听问世以来 索尼已经推出了300多款各类设备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听音乐的习惯 也对电子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还会变成电策 这一条线也能连到Walkman 港人記者王愈賀 唐晨 紐約報導 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大紐約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